OK,今天我们又来麻烦这个area了 的确看我视频的朋友,除了温哥华住的一些留学生以外 或者是年轻人以外,其实也有一些,哪怕是翻墙过来的 哪怕是看B站,有些人是有这个移民想法的 但是他们在国内可能已经扎过根了 有些是有经济技术,有些是就说真的是很想移民 哪怕就说whatever it takes,我就想移民 像这种情况的话,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方式可以移民 其实方式的话,如果说他在国内从事的是一些 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一些岗位,比如说IT类 IT类其实他在各个省份都是一个非常紧续 非常需要的这个职业名单,所以他首先首选肯定 首选肯定是雇主担保嘛,就雇主担保的话 他虽然说费用上面会稍微高一些,但是他确实是一个 移民速度最快的一种方式,然后他的好处是说 他申请人在来到加拿大等待移民的这一段时间 里面他可以带自己的家人过来,也就是说他的 配偶可以在本地拿开放式工签,然后孩子的话 可以在本地直接拿血签,然后也可以享受到本地的 这些免费的医疗保险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孩子上工的 学校也是可以免费入读的,所以在等待移民期间的话 全家人都可以一起过来,然后后面全家一起在加拿大 境内拿身份 其实大家就是说在移民之前啊,也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就是说加拿大政府,为什么要我要招一个移民过来 那就是补充这边劳动力不足,和让你就是给政府交税嘛 那如果说像以前哈,就以前就是好像移民加拿大是 就是有钱人砸钱就行了,但是呢,其实砸钱这个事情啊 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了 对,现在的话加拿大政府它更需要的是有企业家 或者是有一些技术工人来这边带动经济的发展 所以如果有那一种就是语言条件不符合申请要求的 然后同时在国内有这一种企业主的这一种工作经验 或者在一个企业里面是高管的工作经验 那这种情况的话,它也可以去考虑像是BC省 或者是SAS省一些投资移民的项目 那这一个项目的话,它周期肯定是会比技术移民要长 至少要大概四年的时间 因为它需要前期先进行商务考察 然后后面的话,它需要做一个商业计划 就是告诉自己的省政府 我要投资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企业 然后我大概要投资多少的钱 然后我要怎么样去实施这一个计划 然后后期的话,它省政府就会对这一个商业计划进行审核 然后审核如果通过了之后的话 这个人就可以在加拿大去先拿工签 然后通过拿工签的这一段时间来 就是这个对应的省份开始投资 然后并且是需要这个申请人在本地进行实际去运营它的 然后也要给加拿大的这一个本地劳工创造一些就业的岗位 对,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它的好处是可以投资加移民一步到位 也就是说它拿到身份了之后也可以去选择继续经营这家企业 或者说把这家企业再转送卖掉 对,但是它周期确实会长一些 很多在这边的有钱人都觉得分分不平 他觉得你看那些东南亚人印度人 他们都没钱 他们都能移民 为什么我这么有钱我不能移民 对不对,我消费能力这么强什么什么的 但是其实你从加拿到政府来考虑的话 就是你过来以后你就光带了自己存款 然后什么工作也不干 然后天天就知道炒房 可能房价炒高 一年能买辆车就不错了吧 那一年买辆车其实说实话上了税也没多少 然后你又不创造任何工作 你工作的同时其实给你自己赚钱的同时 也是就填补了一个就是这边经济的一个空白 就是在这边我经常能看到在一些偏远地区 的超市啊 这个麦当劳啊 或者说是加油站啊 那都是这种东南亚裔啊 或者说是印度人啊 在那边做做鼓励 包括很多卡涉斯基 都是那种什么东欧过来的 那种那种专业移民 像他们这种人好像还比就是纯有钱的 这个中国人还好移民一些 是不是也要看他去到哪个省份 因为其实每个省的移民政策 他都有自己的特点 然后像是阿尔博他省的话 因为他特别缺人现在 所以他可以移民的岗位是从0ABCD 类都可以做 也就是说不管是管理级别 或者是一些高技术级别 或者是一些中地技术的岗位 都可以去先工作再移民这个样子 然后针对这一个类型的申请人来说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看他之前在自己的国家 有没有对应的工作经验 就假如说他之前在自己的这个东南亚的国家 就是做一个服务类的工人相关的一个岗位的话 那他其实是可以通过就是本地的雇主先帮他出一个这个劳工批文 然后有了这个劳工批文之后 因为他之前就有对应的工作经验嘛 假如说他的英语水平不是特别差 就是这个的话是需要他至少可以用英文沟通来完成他这一个岗位所需要的工作职责 如果说他符合这两点要求的话 他其实可以从东南亚那边直接申请工签 对然后就入境到加拿大来 开始准备做这个移民的这一个步骤 但是好多就是中国的申请人 他其实在中国他就不是做这一个低技术类的岗位的 那这种情况的话难度就会稍微大一些 因为在做工签的时候他移民局会担心说他之前没有想管的很多情因 对对对 因为他是不是有这个移民倾向 他就会担心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申请人就可以先从自己的国家准备一个旅游签证 然后只要他来到加拿大这一边 然后他再去申请工签或者是他想再去申请学签都是比较好批过的 但是这个就很矛盾了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这个旅游签证批不下来移民倾向 但我就是真的就是想移民过来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像你们旅游签证也帮忙办是不是 对就是旅游签证的话他其实会比较看重这个人之前他有没有去其他国家旅行的记录 就比如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喜欢旅游的人 他去过美国啊好多一些国家都有对应的这一个出行记录的话 那移民局其实是会比较容易相信他这一次的目的真的是过来旅游的 因为他如果每一次都出进去旅游然后都有按时回到自己国家的话 也说明他会就是按时离开 对然后另外的话也要看他跟中国那一边的连接 就这一方面的话 存款家庭之类的 对存款啊家庭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固定资产 比如说房产然后另外的话如果他在中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这个工作是可以帮他出在职证明 然后同时又有一些工资的流水 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人他可以有这个退休证明 或者是退休金的流水 那他有这一些东西移民官就会觉得说 他在中国是有一些牵绊的 他没有办法就真的就逗留在加拿大这一边 这样的话也会增加他通过的一个概率 还是很矛盾就是过来以后才能真正的就是开始办 但是呢你在出国前呢还不能显示的我想移民 对对这个这个其实就是比较考验那个文案的能力 对因为其实在申请当中是要准备大量的文案吧 然后文案是需要去说服这一个签证官或者移民官的 然后如果说文案做的比较到位 然后同时他的这个旅行计划 然后包括这个申请人的资质本来就是符合要求的 那这样的话他通过的概率其实还是挺大的 因为加拿大这边虽然疫情期间有影响到这个旅游签证的审批 但是现在因为国门已经开放了 然后他也接受各种目的的入境旅游 所以旅游的话都是完全可以做的 就是我们上期视频说的就是这种方式的移民会比留学生移民真的会难的很多了是不是 这种方式的移民其实他最大的难点就是在他的旅游签证 是吗就是 对他只要能到加拿大这一边 然后其实移民官是可以接受他后面再去做这个工签的申请或者是学签的申请 因为他最担心的是这个申请人他语气逗留 他黑在这一边没有身份 那如果说他选择去申请学签或者选择去申请工签 就证明说这个人他不想黑在这一边 他想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除了这个就是办这个签证以外的难点还有什么 语言的话就是对比起在中国来说在境内的这个语言 他其实是会看的比较宽松的 哦是是是 对他看的最严的其实还是从海外直接去申请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先来到加拿大是对一些语言不是非常好的申请人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方式 那的确就是像像你们推荐的话还是就是先如果说想好了也要想移民的话 咱们可以先旅游签证办过来 对 然后再再再从 是这样子 对 然后像是如果想去申请加拿大的旅游签证的话 如果说他之前又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一个人 那他可以先去办一个美国的签证 那美国签证应该更难办吧 嗯 也是要看他的那个实际情况再来做分析 但是如果说他有美国的签证的话 他通过加拿大的签证 嗯 概率会比其他人要高很多 对对对 现在的话如果说就是一个很有钱的大老板资产 哇千万千万级别的 但是语言他就真的是很难很难考过 已经四五十五十岁的人了 还有机会就是萨省的那个投资移民 因为萨省的投资一定得去萨省了 一定得去萨省了 因为萨省那一边他是不要求语言成绩 然后不看他的这个学历的 就是这些因素会参与到他的打分 但是不是一个硬性的要求 就是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达到一个语言多少分这个样子 然后另外的话 萨省的一个好处是因为那一边物价本来就低 所以他投资的金额也会比较小 像是五十岁左右的话都是属于大龄的申请人 大龄的申请人他们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想要带自己的子女一起移民的话 子女最大的跟随年龄其实是二十二周岁 对 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他的孩子们已经超过了二十二周岁这个年纪 或者是说他今年二十一周岁 但是他已经结婚了 像是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带孩子一起过来 那其实他完全可以去考虑就是 孩子先移民 对 孩子先移民 对 先给孩子办移民 然后后面的话自己和这个家里人在做团聚移民一起过来 感谢这个area给我们就是分享一下这个移民方面这些事情 不过呢我觉得最简单的移民方式是怎样 办理有钱人过来找个当地老婆 应该是最轻松的 就是我当时我们当时看移民数据也是历年来移民量第一的项目永远是家庭团聚类移民 对 然后家庭团聚类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移民申请 对对对对 对比起来技术移民或者是一些商业类的移民来说 因为他主要审核的就是婚姻关系 对 所以只要能就是有足够的材料去证明自己的婚姻关系是真实的 然后加拿大这边也接受同居移民的材料是对对对 所以他主要审核的就是这一段关系是不是真实的 这段关系是真实 然后你又可以通过移民局的这些移民体检啊 这一些对所有申请人都有的要求 那办下来的话其实速度也比较不快 然后难度也比较低 是啊 所以说大家努力一下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大概到这里了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就是移民方面的问题 就是想资讯一下这个area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后呢我们也会今后继续推出一些就是关于移民方面的这个视频吧 然后呢如果有移民需求的话 area这个公司大概有多少年的资历了 嗯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从2011年就成立 对然后算是本地的一个比较老牌的移民咨询类公司 然后从我们成立以来其实也帮助1000多个家庭 然后在加拿大这一边移民安居团聚 对所以如果大家对我们公司或者是对移民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给Peter留言 嗯 好 好我们下期再见 好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